6月1日,优势频道十周年庆典《梦想起飞,没有不可能》 在西谷生命和灵良堂Shakina Glory盛大举行 当天近2000位来宾与优势团队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 著名音乐人黄国伦担任庆典的表演嘉宾 他演唱了多首自创的歌曲 仿佛重演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盛况 媒体人寇乃欣以幽默和激情的演讲 阐述了短视频时代基督徒的责任 以及媒体的重要性 优势主持人李金玉、肖元军、张志斌、旭亮、夏真 也一起登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庆典还播放了优势原创纪录片《十个人的十年》 影片采访了奥运金牌得主Karen Chen 殖民作家闫歌林 电影导演魏德胜 历史学家郭戴军 半导体电精之父胡正明等十位华人精英 从中可以看到华人在美国社会各个领域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优势创始人生命和林良堂主任牧师刘同表示 十年来优势通过知性感性娱乐性的节目 触动人心 转化家庭服务社区 未来十年是优势发展和起飞的十年 优势主席刘孝宏表示 优势将继续以成为北美首屈一指的华人公益生活频道为使命 继续打造新媒体品牌 紧跟AI工业革命 凝聚社区 发出声音 与大家一起共创新主流